董老师刚刚看到川普在造势场合当中公开演讲 他说他当总统不会有任何战争 也不会有任何中国跟台湾的问题 是的 川普在刚才的那一段 这个演讲里面 他特别提到了匈牙利的这个总理奥班 这个人是在欧洲是让他非常头痛的人 他是欧洲极右派的代表 既亲俄也亲中 很不幸的 他今年7月上个月 他刚刚轮值欧盟主席 他论是欧盟主席干了什么事情 他马上跑去莫斯科访问 跑去中国访问 自称他是和平使者 可是欧盟没有授权给他 他回来以后还写了一封信 给这些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袖 信中讲什么 信中讲说他相信 川普一旦当上总统之后 马上就会结束俄乌战争 如果暗示 如果拜登当选的话 俄乌战争还会持续下去 无论怎么样 就是说如果川普跟这个奥班 如果挂钩起来的话 又是一个欧洲的 一个怪咖 跟美国的怪咖 两个结合 那川普是这么说的 如果没有这个俄罗斯攻击乌克兰 那个哈马斯就不会闹事 因为哈马斯没有钱 然后呢 伊朗也不会闹事 伊朗也没有钱 因此就没有这个以哈冲突 那所以呢 他如果他在的话呢 这个台湾跟中国没有问题 俄国跟乌克兰没有问题 是什么意思 只要他当选总统 一切都没问题 这么复杂的国际政治议题 被他用简单的逻辑 三言良语讲完了 我觉得这也不容易 好 关于这个乌克兰大反攻 刚刚说的 相关的更多的细节 更多的影片 更多的分析呢 现在出现了 英国的每日邮报 他居然可以访问到 乌克兰的特种部队的这个中校 这个人叫做纳迪拉泽 他说他们的突袭行动 已经俘虏了超过2000个 俄国的这个军人 然后呢 摧毁了一架 这个12亿新台币的 这个苏34轰炸机 而且呢 他们发动了开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的攻击 攻击在前线的所有的 这个俄国的机场 然后呢 乌克兰的部队 现在已经在库斯克 已经深入48公里 而且正在巩固阵地 正在挖毫 挖那个战毫 然后呢 在这一场这个 乌克兰的胜利里面呢 伤亡的比例是10比1 哇 这很惊人呢 好 另外 美国总统拜登 也漏了口风 他也跟媒体公开说 说其实呢 乌克兰反攻以来 他跟他的助理 每四到五个小时 就要跟乌克兰通话 掌握那个进度嘛 那可是你讲这一段话 拜登讲这一段话 就表示说 关于乌克兰的反攻 美国的涉入甚深 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嘛 那 S账号 里面 发表这个影片 哇 俄军在库斯科地区 撕横遍野 另外 Squad 也是一个账号 他也分享 这个影片 这个乌克兰的军人 搭乘了坦克 继续深入库斯科 这种影片 现在大量出荣 而且都是真实的 那 西方的军事分析家就发现 这场反攻 暴露了俄国四个 非常重大的问题 俄军 第一个问题 俄军在前线 已经失去制空权了 就包括刚才说的 那架苏34轰炸机 总共有七架飞机被摧毁 然后呢 所有的 前线的机场 都已经被攻击了 他那个机场的弹药 那个损失 非常严重 第二个大问题 看起来 俄军是缺乏 远程打 打击火力的 那个弹药 跟那个发射器 不然的话 你库斯克 你自己的领土 被人家打进来了吗 你应该先发紧 对长征飞弹 去恐吓恐吓人家 连这个都没做 第三个重大的问题 原来你俄国的军队 没有战略预备队 摆在后面准备的军队 原来连这个都没有 所以俄军 没有办法 快速的集结部队 反击 第四个大问题 原来俄军 没有斗志 怎么可能有两千 超过两千人被俘虏吗 除了被俘虏之外呢 乌克兰的军队 进入了 这个俄国的 这个农村 这个乡村 俄国的人民 对乌克兰军队没有敌意 甚至还欢迎他们 好像他们才是王师 那这不是很奇怪吗 好 那打到这里 我们前两天 不是说这个 这个普丁逃出莫斯科 这个 结果这个消息呢 被中国的媒体意外的证实 环球时报 就是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报道了一则消息 说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总统 阿巴斯去访问这个莫斯科 结果呢 8月13号在莫斯科的近郊的某一个别墅里面 他会跟普丁见面 就这个消息一登出来 你不就证实了原来普丁真的跑出莫斯科了吗 对不对 然后呢 那当然中国的网友就敲碗了 很可惜 我们看不到莫斯科保卫战 好 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是新加坡联合早报 来自北京 这个特派员的消息 原来中共各部门高度的关注这一场反攻 乌克兰这场反攻 而且他们也认为 中共的他们也认为说 这场反攻 这个出骑兵 如何收场 将会是左右 这个战局 还有未来谈判的关键 然后呢 习近平或是北京在担心什么 担心乌克兰这战场上 真的出现黑天鹅 普丁一系垮台 这个普丁如果一系垮台的话呢 这个将是北京最大的噩梦就对了 所以他们也同时高度的关注这个战场 那乌克兰的反攻 这件事情呢 也有很多这个军事专家是说 到现在大家都没有回头路了 美国 欧洲 北约 乌克兰 你只有击败 你要打到击败乌克兰为止了 因为你已经攻入人家领土了嘛 倒过来 俄罗斯也是一样 你要嘛 你要彻底击败乌克兰 要嘛 撤军投降 所以说这场这个反攻 它的意义非常深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